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看有网友向我提问 他说越南开放旅游签证以后 他的老孩子现在人在越南 他想把老婆孩子接到中国 虽然老婆不过来 他也要把孩子接到中国 他的这个想法我认为是非常好的 但是他这个做法我觉得 首先并不好 而且可能做不到 因为大家知道 现在入境中国还是很难的 即使越南完全开放了越境 他允许你中国政府来越南探亲 但是首先你的孩子 老婆孩子是在越南长大 你的孩子我不出入所料的话 应该是越南国籍 他来中国怎么上学呢 他甚至没有办法成亲的居住 二是他已经在越南了两年 没有见到老婆孩子了 那么他的孩子 现在应该学的是越南语 在越南的学校园上学 那么他来到中国 他不会中文啊 然后他和别的小孩 在语言沟通上会非常的困难 当然他可以再重新学习中文 但是他那个身份 还有他的母亲是很难来中国的 这样的话 对他的小孩的成长非常不利 我觉得他的想法 可能是觉得他要把孩子接到自己身边 但是这样对他的小孩来说 突然换了一个语言 环境都不一样的地方 对他来讲 可能一时万会接受不了 还有一点 就是我想向这位哥们提醒一下 如果你两年都没有去看过你的女朋友和孩子 我们都知道两年会发生非常多的事情 你最好先在线上跟你的老婆孩子沟通一下 万一我是说万一啊 你的老婆孩子可能他又改嫁了 或者是他在越南又找了一个别的男人 这个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虽然我们都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 但是作为一个男人 我们必须要从最快的角度考虑 这样的话 你不远万里跑到越南 结果遇到这种情况 你会非常难受 所以我觉得在做这个考虑之前 一定要先和你的老婆沟通一下 包括你问他一下 是否愿意来中国 包括询问他一下 能否把孩子接来中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你要先去当地有关部门去询问一下 就是你和你的越南妻子的孩子 能否来中国就学 能否来中国上户口 如果不能的话 你把他接过来 也是非法的拘留 你还是要把他送走 还有第三点我觉得非常重要 你给孩子 他能否适应了中国的上学环境 我们知道中国的学生 他是很辛苦的 他们从小学生开始 起早贪黑 我经常看到小学生六点多就起床 吃早饭 然后去早读 跑操 然后去上学 他们每天非常的劳累 我们知道我们国家的小学生 他的课作业 还有他的负担是很重的 相比越南而讲 中国的小学生 他的学习压力更大 你的小孩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 你把他接到中国 他能否承受得了这样的学习压力 万一他承受不了 你就不是 我觉得是害了你自己的孩子 一定要把这些问题都搞清楚 再去考虑把你的孩子接到身边 因为很多家长他对小孩的态度就是 我把你接到我的身边 我照顾你 然后你好好学习就行了 但是他没有考虑过他的小孩能否 承受到了这样的生活环境和压力 尤其是他没有母亲的情况下 因为现在越南女生很少愿意来到中国 因为首先是语言不通 二是他的亲人朋友都在那边 如果是你 你愿意来到一个异国他乡 就是语言也不通 然后你的朋友亲人都不在身边生活吗 尤其是 中国的北方比越南海冷太多 他在这里的冬天他适应不了 这里的冬天很多中国人都受不了 很冷 他们在热带长大 他可能适应不了这里的气候 这里的饮食也适应不了 所以对于这位朋友 这是我对你的三点建议 希望你能好好考虑一下 请这个视频就剪到这里 再见 再见 好